收回地產商團地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星期六下午展開首場公診論壇 多個團體質疑論壇名額有篩選 導致他們未能入場 他們在開始前先在會場外示威 要求政府利用收回土地條例 收回地產商團積土地 小組主席黃遠輝也有接信 今次論壇共有200個名額 雖然登記人數一早爆滿 但現場還有空位 主辦方之後都有職場 開放給未有登記人士入場 入場的自然把握機會提問 高爾夫球場再次成為焦點 入面這麼多百聯古樹 在這裏的球場 你就這樣就拆了它 實在太可惜 太可惜了 大家試想想 你要重建一個這樣的球場 要多長時間 你可能暫時沒有興趣 但是 你還有下一代 你的下一代可能用得著 我在粉凌高爾夫球會 一個員工來的 做了21年了 方便我 我上班 一定是支持他們 不收這件事 我們有很多村民 或者那些都會去神運的地方 他不是說只是一個給有錢人享受享樂的 所謂可以去神運 我為何保留呢 我親身去看過去問過 除非你作為一個市民 你是可以在星期一至星期五 進去租場打球 但是說公眾假和紅日 你已經不可以進去 如果你給我 有這樣的選擇去犧牲它 我是覺得它應該全面去發展它的 入場還未到自己發問 就唯有用自己的方法表達意見 工黨主席郭穎健 和社民連副主席周樂衡 在會場內撕爛小組單張 最後被趕出會場 以為是一個公眾論壇 但原來論壇內臥虎藏龍 多個受聘於球場的專業人士 也有到場發表意見 包括土木及結構工程師 經濟顧問等 香港高爾夫大聯盟召集人劉家樂 也有到場 連同幾名球場員工 共有7個和高球場有關的人士發言 對於多個和辭訓者有關人士到場發問 主席黃遠輝否認 會左右左小組的意見 他又重申 他又重申 小組仍然沒有任何前設 會在所有諮商和論壇完結後 仔細檢討公眾意見 LiveTV記者廖樂恩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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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